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主要是想跟全國各地的警察朋友來談一談心 現在中國正是面臨著一個大變局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很快就要發生了 那麼在這個大變局面前,我們警察作為一個群體 我們每一個警察我們個人將如何自處、如何自保 我們將來怎麼樣保護我們自己、保護我們的家人 怎麼樣保護這個社會 現在這個問題已經到了大家必須思考的時候 不思考我們每個人都會面臨著巨大的危險 整個社會面臨著巨大的危險,所以大家必須思考 前兩天公安部發布了一個規定 叫做公安部門維護民警權威工作條例草案 這個規定裡面提供了很多很多有用的信息 第一個方面它是規定民警在執法過程當中 如果是遭到了惡意的圍堵、毆打、辱罵、誹謗 或者是惡意炒作 所謂的惡意炒作就是有人把警察執法過程當中的那些 不合理的地方、違法的地方把它這個陸下向來到網上面去發布 引起全社會的反響這叫做惡意炒作 如果是民警遇到了這樣一種情況 公安部門一定要支持民警、維護民警的權威 如果是民警的個人或者是他們的家屬、禁親屬遭到了這個 或者是誹謗或者是威脅 公安部門也一定要的支持他們 當民警面對著民意的進攻的時候 面對著反對聲浪的時候 公安部門一定要支持他們、保護他們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第二點呢?就是民警在執法過程當中 如果是損害到了公民、法人或者是其他的組織的正當的合法的權益 民警個人不負責任 責任由公安部門來負 也就是說你如果是做錯了事情 做的甚至是超出了法律的限度了 那麼這個時候公安部門也為你們承擔責任 你們自己不用承擔責任 聽起來非常非常的誘人 同時他還規定了,如果不通過法定的程序 沒有法定的事由,不能夠對民警停職、調離 或者是禁閉這樣的行政處罰 也就是說過去你們的上級對你們實施處罰的權利 現在受到了相當大的限制 換句話說,你們在工作當中儘管大膽的幹 幹錯了不要緊 整個公安部門幫你們承擔責任 如果是做錯了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輕易的處罰你們 所以說放心大膽的幹 這就是這個規定裡面他所透露出來的一個信息 大家聽著之後是不是會感覺的非常的振奮 士氣得到了鼓舞呢? 如果是這樣,那我告訴你們,你們大錯特錯 這裡面是一個巨大的陷阱,你們一定要了解 否則的話將來你們就危險了 為什麼我們這麼說 這個規定本來是一個草案 所以公佈出來是要向全社會徵求全社會的意見 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公佈了之後 各個網站都把評論的功能給關閉了 為什麼呢?因為太多的人反對了 肯定是這個反對的名義就像大潮一樣洶湧 所以他扛不住了才關閉這個評論的功能 所以現在他根本不向全社會徵求意見了 下一步他們就是自己要決定 他們一定會把他付諸實施 那為什麼似乎是一個保護警察的規定 為什麼警察不應當感覺到高興呢? 不應當感覺到士氣大受鼓舞呢? 那是由現在的大刑事決定的 大家看一看,現在的警民關係是不是已經差到了幾點 是不是警察在很多場合下都被老百姓當作敵人? 那我一個老朋友做警察很多年了 現在的職位比較高 那他們家的兩代人也都在做警察 他兒子剛剛進入警察隊伍不久 他當然是不用出勤了,他兒子還要出勤 有一次他兒子出勤的時候落單了 被一群抗議的群眾給圍住了 他的兒子回家跟他說太恐怖了 在那個場合當中他感覺到自己全身汗毛直樹 冷汗直冒,因為他感覺到群眾對他們的敵意 那種群眾想把他們避於處置而後快的那種敵意 讓他感覺到非常非常的恐懼 人都是一個有感覺的動物,人是會感覺到恐懼的 當你面對巨大的敵意的時候 那個就是你不安全感的一個來源 那為什麼老百姓對警察有這麼大的敵意 這個問題不難解答 大家看一看你們執行了多少不應該執行的任務 那些開發商要去強拆別人的房屋的時候 是不是你們警察在那跟他們開道啊 幫他們鎮壓那些被強拆的老百姓呢 那些農民當他們土地被強制徵收的時候 警察是不是真正去了拿著棍棒拿著盾牌 到那裡去幫他們鎮壓老百姓呢 當工廠的工人開始罷工的時候 警察是不是會衝進工廠 把那些罷工的組織者那些苦幹的參與者抓進監獄啊 當大型的群體性事件爆發的時候 警察是不是永遠站在與大多數人為敵的那個立場上啊 所以說大家做了很多警察不應當做的事情 警察應當做的是什麼事情呢 當小孩子失蹤了 全國的警察就應當動員起來去找那個小孩子 整個的這個警察的系統 就全部都要亮起這個黃燈來找一個小孩子 這就是一個正常社會的警察應當做的 美國是這麼做的,英國是這麼做的 日本、澳大利亞、新加坡都是這麼做的 就是中國不這麼做 台灣、香港也是這麼做的 就是中國大陸不這麼做 你們看一看大街上面有多少殘疾的小孩子在那裡乞討 他們天生的是殘疾的嗎?不是 大多數小孩子是被人扭斷了雙手或者是雙腳 被人挖去了眼珠 被人在身上割了無數的疤痕 在這樣的情況下 把他們放到街上利用人民的同情心來給他們施捨 而他們得到的施捨全部被他們背後的操縱的那些黑社會所拿走 這麼多的暴行、這麼多的可怕的罪行 你們不去鎮壓、你們不去爭破 你們去鎮壓那些正常的人 你們去鎮壓那些維護自己正當權益的老百姓 老百姓能不恨你們嗎?難道追蹤那些殘害兒童的人販子 那些黑社會很困難嗎?一點都不困難 非常簡單,我告訴你們 只要你們派一個便衣去跟蹤那些殘疾、乞討的兒童 看看他們每天晚上到哪裡去睡覺 看看是什麼人跟他們在一起 摸清楚他們的情況之後 派出一隊防暴警察 直接就把那一批人當場就能捕護 一審問就知道那些小孩全部是被他們綁架來的 全部是被他們拐帶來的 或者是從人販子手上買的 而他們對那些小孩實施了非常殘酷的 藏無人道的暴行、獸行 不能說獸行,說獸行都是侮辱野獸了 野獸沒有這麼殘酷的 那些都不是人,都是鬼 對那些鬼你們不打,你們專門打 正常的人、普通的人、老實的人 大家能不恨你們嗎? 年輕的女性在外面坐一個出租車 都不安全了 前些天一個年輕的女性乘客被滴滴司機強姦 然後殺掉 她本來是已經發出了求救的信號 你們公安局本來是已經接到了求救的信號 但是你們自若往文 你們亡乎止守 直接就造成了那一個年輕女兒的死亡 你們都是應當負責任的 整個警察隊伍到這樣一個地步 老百姓能夠不恨你們嗎? 你們在執法的過程當中 你們能夠有權威嗎? 能夠不遭到阻礙、遭到辱罵、遭到圍觀、遭到曝光嗎? 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 那為什麼?大家想一想 為什麼公安部門還要繼續的鼓勵你們這麼做 為做這些惡行的人 警察要提供保護呢? 裡面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現在的整個體制 已經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 從一剛開始他們就是站在人民對立面的 只不過是現在已經完全失下了偽裝 現在已經進入了這個官民對立 甚至是官民戰爭的這樣的一個前夜 很多小的戰役都已經開始了 只不過是總決戰還沒有開始而已 很快就會開始了 什麼是一些小的戰役呢? 每天在上演的那些街頭群體性抗爭 那就是小的戰役啊 老百姓無論是提出什麼樣的訴求 當局都認為這是對他們統治權威的一個挑戰 也確實是對他們統治權威的一個挑戰 因為剝奪老百姓正當權益的就是權貴階層 就是這個體制所保護的權貴階層 整個體制就是為了保護一小撮權貴階層的 在中央是五百個六百個權貴大家族 在各個省是幾千個上萬個中等的官僚家族 在地方上面是有幾十萬個上百萬個 小的貪官污吏家族 體制就是保護他們的 主要是保護中央的那五百六百個大家族 這個體制就是與老百姓為敵的 而你們呢?你們警察是出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呢? 那些權貴家族他們與老百姓為敵 但是他們自己是不會去打仗的 他們是把你們作為馬前竹 作為炮灰放在前沿正地 直接面對老百姓的怒火 直接面對民意的炮火 這就是你們現在的處境 你們不要沾沾自喜 說後面有人在保護我們 不是站在你們後面的是在拿你們當炮灰 而他們呢?他們已經攫取了大量的利益 他們已經大批的把自己的利益 把自己的家屬已經輸送到安全的地方 輸送到海外 他們的財產都已經做了離岸的處理 現在他們每個人都是億萬富豪 將來一旦老百姓取得了上風 他們馬上就逃之夭夭 他們有一個沉船計劃 他們會把中共這艘船沉掉 而那些水船一起沉掉的就是你們 當他們輸掉了和人民的戰爭的時候 直接遭到人民打擊的 最後被人民徹底殲滅的不是他們 是你們 將來民意的怒火就要把你們燒成灰燼 意識不到現在的這個處境 你們就相當的危險 那意識到這個處境之後 你們應當怎麼辦 很簡單 無論當局對你們做出什麼樣的承諾 大家都不要上當 當你們去執法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槍口抬高一寸 一定不要對老百姓下毒手 一定要消極代工 一定要得過卻過 一定要敷衍了事 一定要發掘自己的良知 一定要運用自己的大腦 他們把你們當炮灰 你們要把自己當人 他們把你們當英權 當爪牙 你們要把自己當作公民 你們要和人民站在一起 現在你們為了吃一口飯 暫時的站在他們的陣營不要緊 大家都能夠理解 但是你們內心裡面 一定不要失去自己的立場 你們是人民的一份子 你們的兄弟姐妹父母相親 那才是你們真正的護盾 當他們反對你的事情 你們就不要做 當中共權貴階層 慫恿著你們去做的事情 你們就不要去做 現在大家看一看 經濟形勢已經非常非常的惡劣了 現在美國和西方國家正在結成聯盟 要對中共政權進行圍堵 貿易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政治戰甚至是武力圍堵 現在正在進行當中 中共這一次他們是得罪了全世界 這個邪惡的政權 他沒有出路了 你不要看著中共現在還很強大 我們有幾百萬警察 幾百萬軍隊 有九千萬黨員 在全世界正義力量面前 他們算不了什麼 他們是標準的弱勢群體 美國只要把你們的芯片一停止供應 你們所有的街頭的這些監視的設備 都要失靈 你們所有的電腦都要失靈 你們連一個芯片都制不出來 自己連一個像樣的電腦都制不出來 你們搶什麼呢? 別人把你們的芯片一停 你們所有的軍事設施就變成了廢鐵 你們搶什麼呢? 過去這30年 中共之所以能夠營造一個表面強大的假象 那是因為它利用了中國大量的廉價勞動力 換句話說它是把人民的血汗廉價的出賣到全世界 然後賺取外匯拿著這些外匯 他們向全世界大傻幣告訴全世界的人說我們很富 然後告訴你們說我們現在已經崛起了 我們是大國了 哪裡有這樣的大國? 連一個芯片都制造不出來的大國 哪裡有這樣的大國? 連人民的基本的尊嚴都不能夠保護的大國? 哪裡有這樣的大國? 那個靠強拆老百姓的房子 強奪老百姓的土地 不給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條件 不給人民提供醫療保障、養老保障這樣的大國 能夠支撐得久嗎?很快就要垮掉了 大家看一看現在群體抗爭事件頻率是不是正在加快 以前是幾個月才有一起的大型的群體抗爭事件 現在幾個星期就有一起 甚至是一個星期都有幾起 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快很快就會出現了每天都有幾起 總有一天會出現同時一天 幾個大城市幾萬人幾十萬人上街的局面 那個時候你們的這個維穩體系就會徹底的崩潰掉 被壓制了69年70年的強烈的民怨就會像火山噴發一樣爆發出來 那個時候就會把整個的維穩體系衝垮 就會把整個的體制衝垮 那個時候你們的上司 中共的最高階層的那些權貴 他們就會倉皇出逃 就會留下你們在這裡 承受人民憤怒的打擊 必須得看見這個即將到來的這一幕 有一點頭腦的人就必須得看見這一幕 看見了這一幕你們才知道怎麼樣做 你們才能夠挽救你們自己 才能夠挽救你們的家人 才能夠讓你們將來免於滅頂之災 才中國警察有四五百萬之多 絕大部分人你們都是正常的人 只不過是在這個中共體制之下 你們的良知你們正常的人的感情 遭到了壓制 你們看一看你們周圍是不是壞人當道啊 為什麼呢 是因為這個體制他鼓勵作惡者 他吸引作惡者進來 進來了之後就提拔他們 而正常的人有良知的人 在你們隊伍裡面是很難得到重用的 但是在這隊伍裡面的人 我相信你們還有很多人 良知並未泯滅 你們一定要記住現在堅持住 堅持住不要跟他們一起作惡 同時也要等待一個時機 當老百姓全部走上街頭的時候 當民怨的路火燃燒起來的時候 你們要迅速地站到老百姓的一面 站到歷史正義的一面 你們要把你們警察隊伍中的那些作惡者 迅速地控制起來 把他們交給人民 以換回你們自己的清白 歷史的大變局很快就要開始了 不是在今年就是在明年 絕對不會支撐長久 在經濟崩潰之後 接著下來的就是政治大崩潰 對作惡者來說 這就是你們的末日 但是只要你們良知尚存 只要你們還有一點點智慧 那麼這也是一個機會 這是大家一起來揚善除惡的機會 這是大家一起來讓這個國家擺脫邪魔的控制 走上光明大道的一個機會 這是大家一起來推翻專制 建立民主中國的機會 讓我們共同地來面對這樣的一個時代 讓我們共同地承擔這個歷史責任 讓我們共同來把握這個機會 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再見